微软意识到Win11的2月更新存在问题 将在正式发布之前修复 IT之家2月15日消息 微软上周向印塞的Program测试用户 推送了Win11的第一个主要升级 但目前来看似乎存在一些Bug IT之家了解到 一些用户在安装KB5010414 更新后出现了百亿问题 核银CPU负载过大 而导致的过热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在安装该更新之前都不存在 据Bit News报道 微软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吧 但该公司不太可能发布官方补救措施 毕竟测试通道存在的意义之一 是在正式版之前确定问题 并帮助微软在全面发布之前 对其进行修补 目前预计这一问题将在2月底进行修复 而且微软可能选择分阶段进行 目前来看 所有的Windows 11 PC 应该会在未来几周内得到升级 因此大多数用户应该避免 通过Inside的Program 获得这个有8个的版本 除非你对于上一个8个 5栏图标提示位置不准却更厌烦 当然 一旦这些8个得到解决 2022年2月的更新将为V11 注入一些令人兴奋的新功能 例如改进的任务栏功能 更容易的窗口共享功能 以及天气整合等 在今年晚些时候 时装任务栏托放功能之前 你还会得到新的记事本和媒体播放器等应用程序 以及在所有拓展显示器上显示时间和日期的功能 此外 微软还将首次公开发布安装的应用支持特性 虽然目前这仅限于亚马逊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安装谷歌Play应用 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供给Windows 40和11 也就是说 如果你愿意等到2月更新的最终正式版本到来 它会有一定可能会给你带来惊喜 也会大大提升W11的体验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打印8个和CPU过热的问题 意味着这个更新必大于力